非中国籍港澳永久居民 即是可以申请来往内地通行证 有申请人希望去到内地长途旅行 也有人没有带齐文件 未能即时办理 入境处说截至星期二 收到一万宗通知书申请 用来申请通行证 已经加派人手处理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推出 非中国籍港澳永久居民 往来内地通行证 吸引到新加坡籍的 信伙集团主席黄志祥 和子女到港岛办证中心办证 而在旺角中旅社证件服务中心 有澳洲籍申请人说 原本持澳洲护照 也可以以免签证到内地 但只有15天 领取了通行证 就可以留长时间 通行证有效期五年 辞证人可以多次来往内地 每次逗留不可超过90天 方便往返内地交流 也便利经商和旅游 香港大约有27万人符合资格 申请者要先向入境处申请索取资料申请通知书 再预约到中旅社办证 有人去到中旅社才知未齐文件 而在澳门 亦都有不少人到中旅社办证和查询 手名成功办证的 是已经居住在澳门42年的蒲籍律师 澳门中旅社说 资料齐备 大约20分钟可以完成办证 已经预约的主要是 蒲籍和马来西亚籍的澳门居民 有意见认为 政策有助巩固澳门 作为中国和蒲语国家的联系角色 居住在澳门 大多数都是蒲国人和这九个 蒲国家的永久性居民 如果他们拿到证件 就是帮助加强和国内的交流 让他们多了解 国内的经贸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多了解就可以去自己国家宣传 根据身份证明局的数据 自去年12月31日 非中国籍的澳门永久性居民 大约有19,500人 无视电视传澳门记者 汉慧文不道